大家好,我是山姆大哥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呢,它是见动症患者 我想大家去可能都有了解 这个世界这个见动症是这个 现在是一个世界的医学难题 那这个个案呢,它是人在香港 它是60年出生的 然后据它的交代呢,它这一生呢 就是说还是一向是很健康的 那而且还坚持运动 那么从16岁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信佛 而且还经常去放生 但是呢,就在几年前 这个就开始这个生病 就开始发生了这个人生呢 就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大概在四年前,它就开始感冒咳嗽 然后一直就是说话不清楚 然后在两年前呢,就被诊担为这个见动症 直到今年就开始恶化 那医生呢,也就是说判断是没有办法 那期间呢,辅主也看过三十多位医生 那比如说看了中医,针灸,能量,疗愈 还找过很多师傅帮忙,少林式的 然后到医密中神医,都没有办法 那它现在呢,就是肌肉的逐渐萎缩 那找到我们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不能说话的 它只能用那个手机给我们打字 那今年呢,就是说这个症状更加的严重 说话不清楚,吞咽困难 四肢不能够自如 然后抬不起头,背痛等等 然后四肢容易抽筋 那就是,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遇到我们呢,我们调出了它的元神 然后我们去拜访了这个陈乃夫人 那陈乃夫人呢,就给它查了它的这个病因 就是我们说,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所以我们要去给它查它这个前世的因果 那我们其中呢,就查到有一事呢 就是,它是这个,在这个男儿生 在一个中产阶级 那家庭呢,各方面都比较不错 但是呢,它由于跟这个父亲的相处也不好 然后结婚之后跟这个媳妇相处也不好 生了七个孩子 但是后来就父亲去世之后 就不断的这个,这个加到 因为它的原因,然后不断的败露 败露之后,它就把自己的儿女就卖出去 而且自己还在外面吃喝嫖赌 而且把女儿还卖出去做妓 所以说这样,这一世呢,它犯下的这个业 造下的这个业是很大的 还有一事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事 就是金生,金生呢,它有一次跟这个朋友一起去吃水产 水产呢,它呢,是一个点杀这个水产的 那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鱼呢,就正好是有灵,有灵性的东西在 就是,它是有灵的 所以说,它就被杀了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造成了一个杀意 那还有一事呢,就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家,家里就是说比较富裕 但是呢,它经常去苛扣百姓和这些其他的这些贫苦的人的这个钱财 就是,就是像,就是比较客 那么造成了它金生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今天就是说,面临现在的一个状况的话 大部分是它前世造的这个鱼 那我们也就是说反复寝食的这个,这个陈乃夫人 陈乃夫人说呢,它目前这个状况基本上,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帮助到它 那只有呢,通过法师,比如超度法师和解业法师和还因债的法师 这样子能够减缓它的痛苦 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它的命运 当然陈乃夫人也说,当然也可能会有奇迹的出现 但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概率比较小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呼吁大家 就是如果是,但是如果是它几年前,四年前 它在信佛,它有遇到做这些事情的话 它可能就,今天就不会这样子 好了,但是这么久 不就有一点 是那种 这些汽笔要进行一个 就是了